《抗战牺牲的中国将领》 《抗日战争》的过程中,中国的军队也牺牲了不少高级将领。小编接下来要和大家说的就是其中的一位,他就是张自忠将军。张自忠将军是网络著名的抗日将领,也是我们的民族英雄。 张自忠出生于一个官僚家庭,不错的家庭条件,使得他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。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,张自忠考入了北洋法政学堂。 在这里,他接触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,所以他也将三民主义作为自己一生的信仰。 也是在同一年,张自忠也开始了自己的革命道路。 在抗日战争期间,张自忠也参加了好几次的重大战役,比如中日军队在俄北地区展开了一次大交锋隋藻会战。 1945年5月份,日本规则,为了结传通往重庆的运输线,因此集结超过30万的兵力,发动了早一会战。 战况最激烈时,日军使用飞机和大炮,发动了九次的冲锋。 战斗持续到5月16日的时候,张自忠的部队已经打光了很多,他本人也受了伤。 在这一天的下午4时,张自忠所部全军覆没,张自忠将军也壮烈牺牲。 在张自忠将军牺牲的同一天,当时三八师的师长王维王率领赶死队进行了突击。 赶死队的队员们冒死遣回了张自忠将军的遗体。 而日军方面为了表示,对张自忠将军的崇高静怡,也为了避免破坏将军的遗体,所以也下令停止了飞机的轰炸。 张自忠将军的夫人叫做李敏慧,她嫁给张自忠将军的时候,年仅17岁。 虽然李敏慧没怎么读过书,但是却十分的贤惠,夫妻二人的感情也是十分的深厚。 当李敏慧听说将军牺牲的噩耗之后,她十分的悲痛,最终绝食七日而死。 去世之后,夫妻二人的遗体眼,被合葬在了梅花山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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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